如果你们要参考解答的话 其实可以从下载范例这边有一个程式码 那你把它点开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弹出视窗 把它弹出一下 弹出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有我刚刚做的几个公式 第一个 还有画面截图在这边 一二三 反正三个 如果你做的过程有问题的话 可以参考看看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把 我们要的 你头跟尾都做完了 那这个字串就切割出来 应该就没问题了 大概流程是这样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切割 你要的部分的字串 其实就快很多了 不过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如果你担心 好像之前是有同学问到 如果你担心说 里面可能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说 它里面刚好有这个刮糊 可是它并不是超连结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还可以用第二招 就是说你可以怎么 你找的时候 如果你要避免 就是说 如果是找刮糊 那你不要找刮糊 你可不可以找刮糊再加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小鱼 有没有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找大鱼 然后再加一个后刮糊 那这样的话 应该就不可能会有 找错的问题发生了 OK 那公式部分当然你就是 就不用再减一了 因为找的位置 就会刚好是我们要的位置了 所以这个公式最后 后面 密的函数的最后这个地方 就不用再减一了 这个给各位参考了 反正两个方法 你哪一个方法 主要都解决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要继续找 多 就是 可能有第二个可能性的 比如说你 不止一个 像刚刚这个范例里面 刚好呢 它就是找 找到大概第七列吧 往下找 第七 那个列号是七的时候 刚好会多一个 那如果你不写程式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用VBA来写的话 程式会非常复杂 因为你要多学一个 回圈 那个回圈是都坏回圈 我发现那个难度太高了 对给我来说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今天 有可能有这种状况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 干脆呢 再来一个 那怎么再来一个 就是直接 把这一两个 再复制一次 贴到隔壁这里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第二次 有没有可能有第二次 其实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那会有 错误产生 可是如果你要找到的话呢 那就会告诉你 之后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怎么 我讲过了 在这个Find函数里面 它其实 会有一个 参数是找什么 第二个是 在哪边找 第三个是什么 Star Star NUM 就是 你从哪个位置开始找 那如果说后面还有的话 它会告诉你后面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 你如果再往后找的话 那4B就怎么样呢 第一次找到是145 那你就把145 加1 它StarNUM 就往后面找了 它不会再从头找 OK 所以如果145 还是145 后面加1 146开始 不是从1开始找 往后面找 还有找到的话 那它会告诉你后面的位置 可是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讯息发生 那你如果说要确定说 后面还有没有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我想应该最简单 假设不写程式的话 因为我发现有些同学 想到VBA头都痛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C跟D栏的这个上面 再复制贴上一次 然后做什么呢 往后面找 那往后面找的公式 特别是一样是插入函数 一样是用FINE函数 好 那FINE什么东西呢 FINE 一样是上面这个东西 好 VSIN在哪边呢 在这里面 那可是从哪边开始找呢 特别注意哦 就是从这个 特别是不能从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刚好找到 所以怎么样 加1 也就是说 从找到第一次的位置 再加1之后 请你帮我往后面找 如果有找到的话 告诉我它的位置 那如果没找到的话呢 按确定它会怎么样 它会告诉你这个VALUE的错误 OK 那不过 反正找不到就这个啦 那当然你想想说 老师那 可不可以 让它不要显示这个啦 这看起来不好看 这看起来好像感觉 是坏掉的感觉 所以如果说你不希望它 看到的话 很简单啦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再剪下来 利用那个逻辑判断嘛 在那个逻辑里面有一个FAL 然后你FAL如果有错误的话 那你就说未找到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太 又再包一层域 不要贴上对不对 然后如果错误的话呢 那就是 比如说 找不到好了 比如说白话一点 找不到 这样子 如果是VALUE错误 它就找不到 如果有找到 那就是会显示它的位置 OK找不到 有没有发现 往下找不到 好 那有没有找到的 往下找 OK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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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应该是在 第七 中间那个要写A图 这好像是 这个可能我没有锁了 第一个 这个位置可能没锁 这个要把它锁起来 然后 B2要写A图 这个 D C 因为B2是刚才搜寻的 对对 我一信 对 那为什么 对对对 应该是点错了 OK 应该是找A图才对 然后往下找 应该没错了 所以 第一个要锁 第二个要找什么 刚刚点到B图去了 所以怎么找都找不到 OK 然后呢 再来就加一 按确定 好 那 外面再包一个 ifA图 这个ifA图 是可有可无 你包 会觉得 看起来会比较OK 如果没有包的话呢 那其实也不影响 那你会发现 有没有 在第七列的地方 刚刚讲的 他就会找到 他就会找到325了 那就会找到 OK 那 当然 一样的方法 就是说 隔壁这个 你也可以怎么样 直接拿他来参考 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把它贴上 这个公式的话 差别在哪里呢 fine 我们来看一下 fine 一样这个地方是找F1 然后锁1 A2 然后再star number的话 就是把它改成D 因为看到是C 把D D2加1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一样是找不到 OK 好 也是找不到 那底下的话 往下填满 基本上 找不到 应该两个都找不到 不可能说有一个 如果找到的话呢 那就会有头尾的位置了 那有头尾的话 是不是你就可以 后面就可以这样 MID 再把第二次找到的 加下去 OK 不过最怕 就是还有第三 第四第五的 如果还有的话 用这个方法 但是只能吃得了第二次啦 第三次以后的话 可能就太复杂了 不过至少基本 一定是比你用 人工的方式来处理 快上非常的多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给各位试试看 那当然如果说 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可不可以用VBA来做 可以 不过我刚刚看一下VBA 这个是一次的 会简单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 所有的话呢 那就会多 黄色区块东西 这个的话 对各位来说 应该会 会难很多啦 所以 不过 我也给各位 仅供参考 如果你的程度够的话啦 或者是说 你愿意花时间 回家去试试看的话 这个可以杀很多时间的 因为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去理解这个逻辑 到底他在做什么 那其实他就是在做 一直往下找的动作 找到直到没有为止 这个白话都可以讲得通 可是呢 在VBA里面呢 怎么样把它实做出来 答案就在这里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你把它执行下去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只是说 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我想 等一下按部就班来看啦 请各位 试一下 如果你要再往后找的话 你可以 我大概做几个动作 一 把C跟D复制过来 两个嘛 应该可以懂嘛 第二的话呢 一样再往下找 用FINE 关键点就是在哪里呢 在STAR LUMBER这个地方 就是他要找 就往后找 往后找就是 把前面第一次找到 加1 那当然会 如果他找不到 的话会有VALUE的错误 为了解决VALUE的错误的话 那我就用什么 IF L把它过滤掉 如果找不到 那不要出现那个VALUE的错误 而是出现找不到三个字 所以这边的话呢 给各位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这个 就用函数的解决方案 会比较 没有 弹性稍微小一点 但是相对的难度 会比较低一些的 至于就是说 将来你在工作上 用哪个方法比较好 我想这个权衡 就是由各位 自己去想想看 哪一个方法 至少 比起 用滑鼠键盘 复制贴上 应该会快上 非常的多 所以这部分 请各位试试看 哦 好